记忆之长打出一片天 不过他的原则却是不想喉 越低调越好 廖秀战被封为台湾铁板烧教父 因为16岁当西点师傅的他 正巧搭上了民国60年代的餐饮热潮 成为台湾第一批 受日式铁板烧训练的厨师 不过真正让他做到与众不同的 是他独创了美国经典牛肉卷 使得香港天王刘德华 谭用林到林青霞周杰伦 以及政界大佬都成了座上宾 至今选高山蔬菜 新鲜的青葬龙虾 40年如一日反复工作 他依旧很坚持细节 活动力很好 我们现在都用波斯顿龙虾 水蒸先把它蒸熟 每只700公克的新鲜活龙虾 虾肉朝上 铁板焖煎蒸熟 冰上奶油蒜头 从虾肉到双熬 甚至饱满虾膏 但用料简单调味 吃出最满的海味 这滋味成了铁板烧老店 最受欢迎的金字招牌 洋葱青椒红萝卜 那个什么 大蒜 蘑菇 这个菜要先炒起来 先把它焖一下 还有这两大片 美国沙朗牛肉片 煎到半熟 包卷起 炒到软熟的蔬菜内馅 煎得滋滋作响 刀子轻化 这道经典美国牛肉卷 承拔业界四十年 不少韬客记忆中的美味 是他 人称台湾铁板教父 料寿站的铁板 首创经典料理 这道菜是我 第一个创出来的 切片的话 只有煎一煎 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加一些菜 有些人不要吃 那么多肉的话 配一些菜在这里 所以感觉不错 帮你逛人 横走鱼铁板前 满脑子食谱料理 料寿站71岁了 每天人亲上第一线 不误老主顾 这个老板哦 新家店的老板哦 老板七次下厨 对对对 不简单 还有轮不上你下厨 我都有下厨 因为很多老客人 哦 很会指定一样 对 对 他的客人真的很多 从香港天王 柔德华 林青霞 谭永林 台湾政商界大佬 娱乐圈 A咖 都是做上宾 满是的兰花贵气 搭配店内大红装潢 华丽灯饰 但就是不见他 高挂和大人物的合影 低调作风 一如他独创的 铁板隐秘诗包厢 都是他和太太 最客人的巧思 我来阿嬷算的铃铃 鱼婆也算铃铃 我自己的感情 他又干干净净的 净净的 这是净净的 你的老公面相很好 你比我比较少许的 比较少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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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跟我比较少许的 比较少许的 那是你 你是教探问的是设计师 你在当中设计师 给你打 比较少许的 比较少许的 你知道吗 穿梭铁板和客人间 幽默化家常 夫妻俩四十年如一日 打下台湾铁板烧江山 绝非偶然 从选菜到六里 廖寿占有他的特有 职员坚持 这个是打开玉米笋 来 葱姜菜 高丽菜 这个梨山高丽菜 高丽菜 这个会切切那种 OK 高丽菜不要送一种 脆皮那种 不会不会不会 那个都是比较脆 对 翠绿 高山都会比较脆绿一点 他们都要用最好的东西嘛 对不对 就是会品质 我们就会挑的比较 更严谨一点 每天送来的高山蔬菜 要受在耳体面命 亲密的挑选 回到店内他还不得闲 刚送来的美国牛肉 不光检查得立刻处理 我现在是先把这个油拿掉 等一下要把这个筋拿起来 如果说这个都不拿掉的话 你会吃到这个油 吃到这个油 吃到这个筋 所以当然会不一样 我们把这个筋跟油都拿掉了 横切去油 顺斤去切 不止手法刀工很讲究 在客人看不见的六里台 乍看还以为是日本师傅 生一片发胎 只剩它随时擦呀擦 不能沾血水 没用一次砧板 洗过擦过 得随时保持干净 这习惯可不是一天养成的 以前就有了 做西点开始 很重要的就是卫生嘛 你这个吃的就是要吃到人家的肚子里非常幸福 对不对 客人花钱你总不能让他吃了又对身体不好 会这么注重美港是16岁西点师傅出道时养成的习惯 21岁廖寿站进入日本人来台开的第一架铁板烧工作 成为台湾第一批日式训练的铁板烧师傅 很快打下身后底子的他 八年后和太太决定创业 正苦无资金时 竟有贵人降临 人生的一个命运安排吧 那我们这个贵人那时候就就因为我开开店资金不够他就借我 那时候的一百万是算民国 68年 68年 一百万很大 但是 也没有 那我也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辜负他们 我们认真的做 我们现在那个 我们也很快就 老板已经90岁了 我们很快就把 钱还给他 创业七个月 夫妻俩就把钱还给贵人 能如此迅速 廖寿站不只当老板 他带员工更带心 从厨房备料 像是最难的 杀活鱼 处理鱼内脏 把自身所学 交厨师打基底 老板教你切鱼啊 交也有 但是 他有用心 有用心就会 你那些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这个 这个比较 还在那里 这你没靠 没有 你没靠 对 这样才会练 老实讲 什么事情都要 靠你自己来 你自己如果不努力 谁教你也没有用 你像我现在 一年 365天 我做364天 休哪一天 厨夕 厨夕 厨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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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其实我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工作快乐 快乐啊 员工在做 廖寿站自己也做 用快乐感染员工 身旁老师傅一根30年 从厨房到台前 一身热血的职人魂 廖寿站47年 铁板经验完全不藏私 看似简单的煎牛排 处处是美感 牛肉就是要煎到 外面脆的 里面是生的 但是要有肉汁都保留在里面 肉汁在里面 里面肉要有温度 两分三分还是要有温度 所以这个师傅要怎么做 好 翻过去 翻面 切起来很 都没脆 很平整的 很平衡 对吗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不是像这样 起起咳咳咳咳 铁板上最好听的声音 你要做到那一个程度出来 客人给你的喝彩 那是最好 最好听的声音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那个程度 你做到那个程度 前面那个过程 你一定是 你不努力怎么会有 所以这个结果不可能 秋葵 玉米笋 配上阿根廷大名虾 细节摆盘都是精心想过的 完美主义的他 尽管已经到了退休年纪 创意人源源不绝 精益囚禁的料售站 仍在传承与料理中 坚守着铁板烧最美味的温度 做一个厨师 你就是很重要 你那个心态就是 你要做美食 你不是做食物给客人吃